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天桥 前面能看到那个字的是火车站 白马它是在火车站的前面 所以叫站前 这里下去就是白马了 白马的对面是伊玛跟APM 有那个红字的是APM 有朋友说想看一下白马六楼的南庄 我现在逛的这里就是属于六楼 现在很多灯口都是有下庄 白马的二楼现在在装修 其他都是属于正常的 这边的南庄是属于中高档 整体来说品质款式方面都是可以的 他们的秋款已经上去了 只是说平时会有人来这边零售 他们有很多短袖 像这种断买的短袖是特别便宜的 平时在商场里面至少要两百多三百多的 现在这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得到了 沙盒那边也是有南庄 但是那边的南庄质量比这边稍微差一点点 款式肯定是没有这边好看 每个档口它的风格定位都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是专门做商务装的 它就是全部都是以商务装为处 如果是专门做那种有点像欧版的重工的 它整个店铺里面都是这类型的衣服 这里还有一些鞋子 鞋子的质量还都不错 前面这个档口主要是以这种图案为主 重工艺的 像这些风格就适合稍微潮流一点的 UOS那边也是有南庄 那边的南庄也是属于中高端 那边的南庄相对来说是属于年轻一点 25岁以下穿比较好试 这些衣服看起来都不错 版型面料 南庄也是拿货它每个灯口都不一样的 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女装 我逛了这里四五楼 四五楼的女装 气质类型的款式比较多 现在女装的外套是很多的 因为白马冬天 它主要是以外套为主 有朋友说想找一下白马的尾货来这边能不能找得到 如果你不是收尾货的你来这边是找不到尾货的 因为他们的尾货都是直接跳给收尾货的人 如果你们要找白马的尾货就去尾货市场里面找就可以了 一般那个景东啊景东也是有啊 但是比较少 还有那个广大国家会比较多 白马这边的衣服一眼看过去不是很惊艳 但会越看越耐看越看越好看 它就属于耐看型 零售来这边会比较贵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很实在的 很便宜的价格 因为你两三百块钱的在这里买到的衣服 在外面至少得卖一千多 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档口的衣服很好看 上班族特别喜欢穿这类型的衣服